現在人越來越重視食品衛生的觀念 也因此無毒的有機農產越來越盛行了 那麼今天台南縣政府 他們成立的泰康有機農業專區 要讓民眾可以知道 無毒有機的農產品 桌上擺滿各種琳瑯滿目的新鮮蔬果 每一個都又大又漂亮 它們可都是經過有機種植出來的農特產品 統統經過政府掛保證 全國第一座由工部門設立的有機農業專區 就在台南縣 周日開始是營運 45公頃大的泰康有機農業專區 有16位農民進駐 在捷徑的生產環境當中 所種植出來的有機農產品 全都通過有機驗證 各北農民在生產的成本會比較高 所以成立專區可以幫助他解決很多問題 第一個減少邊界污染的問題 第二個可以降低他的成本 第三個可以協助他行銷他的有機農產品 更重要的就是說 透過這個專區 他就變成一個有機農業的教育學習中心 透過有機農業專區降低生產成本 還能夠提升銷售管道 市營運當天現場還舉辦盛大的展示會 要透過推廣讓國人吃到真正無毒安全的有機農產品 民視新聞 陳凱茂 單單現報導 視他們的勤務 指間雖然沒有 指間雖然有機農事 指間雖然有機農的 谢谢观看